谈了多少天 没谈下来 每天早上大概是9点钟左右 很多同行 行家都来到那市场 早市上逃货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如约而至 那么今天我们看看100万够不够花 虽然说现在时间只是在早上9点钟左右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行内放货的时候 当天晚上做好的什么货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在这个地方 早市上进行放货 什么价钱 这条整个不开价了 看着它们是有冰感的 但是像这种手镯现在这个价钱也不便宜 因为这段时间这个料 特别是这种走得上亮的料 价格这段时间还是长得蛮厉害的 清爽是清爽 但是特色感觉不是很足 清清爽爽 你看到打转也可以 直接打转 在我们行内就是朋友关系好了 东西喜欢的 直接就可以看底价直接 多少转一点打转就可以 这是咱们行内的打转 这个是属于南方美丽的款 很清爽很秀气 还有它的调性都是蛮大气的 可以 价钱的问题了 哪有那么贵 这个想给你开个张呢 谢谢你啊 像刚才这条货呢 它虽然是个小清新 但是它的价格 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价钱 像这种价钱 如果在我们想象的理想价位内 刚才我跟他出了价 妈妈给我们的用户的话 那就是很有性价 就这个花呀 感觉有点不是很鲜亮的感觉 这套我是跟他出价出了几天 他不买 整个冰透感是透手的 而且很纯净 整个底是干净又纯 像这样的套装 它这个既能做平安 又能做挂截 完整度是非常高的 就是价钱的问题 谈了多少天 可以谈下来 电筒呢 给我看看 这里有个裂 有点迷信 它是这个纹裂在这个花上 走我们外面看一眼 像这条呢 它是一个有点藕粉底的感觉 有点茶底 它这个颜色是比较独特 但是它这条以细看 它这个是非常老杠 它就在飘化的地方 有点轻微微的 有点小纹 但是打灯不注意看 都看不到 像这样的货 它并不是有一点点天然的纹理 我们都不可以买 是可以买的 完美度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可以借助 刚才多少我们看到的那点纹 可以压它的架 弹它的架 有一点啊 它不明显 这个 也就是20 像无论是我们成品 还是我们毛胚 一条货 都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团队 不断地研究 研究好了 咱们再慢慢地把它弹下来的 在我们库房里面看到了很多货 每一条货都是它有故事的 而且通过我们专业层层把关 去把它把关好的 只要在我们那里有喜欢的 你们会放心收 专业把关过的也有问题 在群里它给你付款啊 这套要卖了你跟我说啊 哈哈哈哈 每天收回来的货 到现在咱们就开始入库了 像今天这条 藕粉底的飘花手中 完美度又高 肉质很细腻 胶杆非常熟 质底非常的细腻 显得这个花尤为的领动 上手满满的高级感 这次呢咱们就跟它入库 放在里面的 北剑翡翠 它都是通过上亿年的沉淀 才来到了我们的手上 这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名物 所以喜欢守着的翠友们 多关注我们